耶和华小玉摩西说, 你把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,并将圣衣、膏油和赎醉剂的一只公牛、两只公棉羊、一筐无教饼都带来。 有招聚会众到会幕门口。 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地做了。 于是,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。 摩西告诉会众说, 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。 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,用水洗了他们,给亚伦穿上内袍,束上腰带,穿上外袍,又加上以弗德,用巧工织成的袋子,把以弗德系在他身上。 又给他戴上胸牌,把乌灵和土明放在胸牌内,把冠冕戴在他头上。 在冠冕的前面,钉上金牌,就是圣冠。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,摩西用高油抹账目和其中所有的,使他成圣。 又用高油在坛上盘了其次,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,并洗浊盆和盆座,使他成圣。 又把高油倒在亚伦的头上,告他,使他成圣。 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,给他们穿上内袍,束上腰带,包上果头巾,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 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,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,就摘了公牛。 摩西用指头沾血,摸在坛上四角的周围,使坛洁净。 把血倒在坛的角那里,使坛成圣,坛就洁净了。 又取内脏上所有的枝油和肝上的网子,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枝油,都在坛上烧。 唯有公牛连皮带肉和粪,用火在银外烧,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 他奉上罪祭的公棉羊,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,就摘了公羊。 摩西把血洒在坛的周围,把羊切成筷子,把头和肉筷及枝油都烧了。 用水洗了内脏和腿,就把全羊在坛上烧了。 伪心香的梵祭,是献给耶和华的伙计,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 他又奉上第二只公棉羊,就是承接圣旨之里的羊。 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,就宰了羊。 摩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,并右脚的大拇指上,又带亚伦的儿子来,把一些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,及右脚的大拇指上,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。 取枝油和肥尾巴,并内脏上一切的枝油和肝上的网子,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枝油并右腿。 在从耶和华面前,成无教饼的框子里,取出一个无教饼,一个油饼,一个薄饼,都放在枝油和右腿上。 把这一切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,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,做摇祭。 摩西从他们手上拿下来,在坛上的梵祭上焚烧,都是为承接圣旨献给耶和华的心香的火祭。 摩西拿羊的胸,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,作为摇祭,是承接圣旨之礼,是归给摩西的纳分。 这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 摩西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,坛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,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,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。 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,肉要在会幕门口煮,在那里吃,又吃承接圣旨框子里的饼。 按我所吩咐地说,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。 剩下的肉和饼,你们要用火焚烧。 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,等到你们承接圣旨的日子满了。 因为主教你们七天承接圣旨,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吩咐做的,为你们赎罪。 七天,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,遵守耶和华的吩咐,免得你们死亡。 因为所吩咐我的,就是这样。 于是,亚伦和他儿子做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。 我听说这种小伙伦和我们的股东点解放在一起。 这是一个小伙伦和我俩作为了这个小伙伦。 但是,我们还能 좋은势而在一起。 这种小伙伦和摩西所里的声似的角色。